- 未來可能會有的活動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羽毛 今天來講未來可能會有的活動 不過在這之前先來講一下關於PTR的東西 上一部影片有提到現在PTR的更新 還沒看過的可以點一下右上方去看看喔 除了上一部影片所提到的更新之外 暴雪還偷偷的更新了一樣東西 露西歐的爬牆 你可以在PTR裡的選項 控制的地方選露西歐 有一個地面擊走可以倒退 將他開啟後 你就可以邊後退邊爬牆 讓露西歐能更加的靈活 講完了偷偷隱藏的更新後 現在來講未來可能會有的活動 一切的開始都是因為他 這次小美的傳說造型引起了眾多的名怨 大家都抱怨小美的傳說造型沒有傳說該有的樣子 只不過多了一頂聖誕帽 跟冰箱的時候會變成雪人的樣子 你問我為什麼這叫冰箱 可能被爐死影響吧 除了以上這兩個特色外 小美基本上只是原來的造型換個顏色罷了 而在大家都成名於炮轟小美的造型時 鬥爭的遊戲總監Jeff出面回應了這件事 在這裡講一下題外話 如果你有看國外鬥爭的youtube頻道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觀眾在喜Jeff講的一句話 My name is Jeff 這梗是出自於一部電影 龍虎少年隊 童言巨捕 對 就是因為講得很好笑 所以流行起來 應該吧 回到Jeff的回應 Jeff回應了這麼一大串 總結一下就是 我們很抱歉 你對小美的造型很失望 我們沒有固定的公式 去做史詩或是傳說的造型 我們只是憑感覺 哪個比較酷 就哪個是傳說 像小美冰箱時會變成雪人 我們覺得這樣很酷 所以就把它列為傳說造型 而我們發現 很多人對小美的造型蠻失望的 也有很多人說 小美短時間不會有新的傳說造型 不用擔心 我們會在明年初推出 有關小美屌屌的東西 這篇文章是在去年發布的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會有小美的新東西嗎? 再加上聖誕節活動 沒有Diva 半仗 原式的造型 他們四個有什麼共同點? 沒有錯 都是東方人 而在年初的節日有什麼? 就是春節 雖然日本好像沒有春節 不過中國跟韓國都有春節 所以下次的活動可能就是 1月27的春節活動 不過似乎好像有點太快了一點 活動會這麼緊湊的接著舉行嗎? 大家覺得呢?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一下喜歡 想繼續收看呢 可以點一下我帥氣的大牌 訂閱喔 怕錯過我的直播 別忘了點鈴鐺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喔喔喔喔喔喔 中段